珠峰科考第十八天 今天我们这个小峰队就要开拔6350 我们将到达5800的营地休息一晚 明天再走一天到达6350 然后休息一晚 后天去6500工作 后续就没有信号了 然后我会还是会记录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牦牛队来了 这一堆都是要上山的物资 等会我们就要打包上牦牛 打包完以后我们就要出发了 未来的七到十天 我们可能就没有信号了 祝你们先不送你 我们的队伍出发了 走到冰湖了我们 这是中荣部的冰湖 现在我们要爬到这个坡上面 非常飞 飞厉的一段坡 飞厉的一段坡上 飞厉的山手 要做溜溜的城邮 飞厉的一段坡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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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5400多的一个河谷里面 休息去5800 需要通过一条冰面河 现在我们要通过这个河面 漂亮的冰崖 我们的牦牛队在冰崖子这个地方 追上我们 打赞压在这里吃午餐 现在是下午5点27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整整6个小时了 到达的海拔的位置是大概是5700 下午5点39 我们看到5800的营地了 看到希望 看到胜利了 我们现在要先下到这个大沟里面 爬一个坡才能到我们的营地 下午6点20 我们终于到达了5800的中间营地 我们全部都到达这个5800的营地了 我们现在要平坡人民摇智 我们下午5800的营地 Here we were 我一回 包个威和